真让我堵着了 从今年起 我们一家三口就搬回来了 在这扎下了 直到拆迁为止 咱讲不讲道理啊 当初是不是你们哭着喊着要跟我换的这房 把我们给轰到这老房子来的 是不是 现在要拆迁了你们又要换回来 有你们这么干的吗 你是不是男人啊 我是男人啊 所以说不能让我老婆儿子受委屈 我呸 委屈你了大嫂 就怎么着呢 来 宝贝 来 花印的单子都给拿回来了 嗯 人家大夫说这上面有一些指标 都不是太正常 建议带着孩子再去做一次更全面的检查 这门怎么也没关啊 妈 就你一个人啊 雪儿 怎么就您一个了啊 就一个人 以前哪 这一大家子人热热闹闹的 这一转眼 这么大个房子 就我一个人 你说这还有什么意思 妈 你别太难过了 雪儿啊 到医院去看看 和平 他早了难了 一个人躺在医院里 没人管 你说 我这一把碎 我带 我带 我带伺候他去 那老三他们呢 跟你大哥大嫂打架了 都不回来了 就剩我一人了 就剩我一人了 就剩我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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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哭了 你还有我呢 妈 对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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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妈 哎 妈 妈 sentiments 好 这里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我看我妈就要心神不良的 没什么事 妈就是担心你 老三两口子最近怎么样 我病了 都没来看我 他们俩现在不是有孩子了吗 所以比较忙 我真得走了 节目直播呢 王雪 路上 小心点 好 走了 抱怨 这就是抱怨 咱们俩当初就不应该 把爸拿给我们的三十万 拿过去乱花 你说我当初 我为什么要买那么多衣服呀 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呀 有什么用啊 我花钱的时候 你怎么不拦着我呢 老公 怪我 我现在就想知道 什么能换回我儿子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您现在收听的是 冯雪对您说的夜间节目 由我和戴宁为您共同主持 我们今晚的话题是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我一直不理解的是 为什么很多女人 愿意给那些曾经伤害过 他们的男人再一次的机会 只要这个男人受了难 忏悔了 道歉了 这个女人的心就软了 就忘记了她曾经 对自己所造成的伤害 不 不是忘记啊 而是很难袖手判冠 为什么呀 因为那是自己曾经深爱过的男人 你曾经投入过感情 如果他真的感觉自己错了 知道道歉 知道悔过了 你就会想也许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 再给他一次什么样的机会 再给他一次伤害自己的机会是吗 人和人之间 就是父母子女还有亲人 也会不小心伤害到对方 难道因为怕伤害 就不要父母子女亲人了 那好 那我换一个说法 我看到过很多次 女人被男人伤害 然后男人道歉了 女人原谅了 然后女人再一次被男人伤害 我一直在想的是为什么 女人就真的不能离开男人吗 还是他们就是不能够离开这个曾经伤害过他们的男人 而重新开始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不能够去找一个 一直陪伴守护 一直在他们的身边 默默地爱护着他们 却从来没有伤害过他们的男人呢 广告之后再回来 你刚才节目里有点激动 我了 伯伯没事 你们不是做节目呢 节目不节目 但是还是得跟你说声抱歉 对不起啊 你真的准备再给他机会啊 我 我没想这么多 他弟弟的孩子 你也知道得了白血病 全家人都没告诉他 说实话他家一直挺复杂的 以前他是家里的顶量柱 现在他垮了 我总不能看着不管吧 你对他只是同情 还是 我也不知道 我想时间会给我答案的 时间 多长时间 一年 或许好几个月吧 我真不知道 如果只是几个月 或者一年 我可以等 我可以等 如果他要是敢再伤害你 就别再给他机会了 把机会留给我 把机会留给我 这个是我给你找的一个 专攻幼儿白血病的专家 有什么需要 就给他打电话吧 谢谢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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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住吧 你肯定是想说 让我别等 对吧 其实 其实没什么 我这个人吧 缺点挺多的 比如说 没有耐心 我也就只能等你一年的时间 再长 我肯定就坚持不住了 就一年 就一年 你 你不用有任何负担 真的 你 反正现在把话也说出来了 你 我就是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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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